今天想和大家解釋一個 警方網罪科聯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在今天即是5月11日進行的一個聯合行動 行動當中警方拘捕了一名23歲的男子 事業是干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 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其個人資料 而該披露造成指名傷害罪 以及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自從2019年6月起 網上是湧現了大量的起底的行為 受害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他們的姓名 電話 身份證號碼 住址 相片 家人的資料都被人披露 而受害人以及他們的家人 其後都因為這些起底的行為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擾 包括電話騷擾 而部分個人的資料 甚至乎是被用作貸款申請 器官捐贈 以及其他公用登記等等 而除了有關滋擾的行為 更加有人是向受害人 或者是向其他持不同意見的人 發表一些暴力性的言論 以圖煽惑他人去進行一些襲擊 甚至乎是破壞 情況是令人擔憂的 在今年的3月 警方發現有人在網上社交媒體平台 披露了警務人員 多位立法會議員 以及他們家人的資料 當中包括他們的姓名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碼 電話號碼 住址 以及辦公室地址等等 而有關的人士更加在2020年7月 正值當時立法會選舉前 在同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發布一些具煽惑性的言論 針對去襲擊選舉主任 而經過警方深入調查之後 網罪科鎖定了一名23歲的本地男子 並且在今天的下午 聯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展開聯合的行動 在深水埗區拘捕了這名男子 他涉嫌干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64括和3C條 未經資料當時人同意下 披露其個人資料 而該披露造成指名傷害罪 以及普通法和侵害人身罪條例下的 煽惑他人有意圖 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行動當中警方檢獲了一部手提電話 而被捕的人士現正被扣留調查 整個行動仍然在進行中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士被捕